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新剧《长相思剧透》曝光,手成纸片人、网友,太拼了。 演员杨子,可以算得上是一报体制了,他手中的爆款剧也是一部接着一部。 前段时间,刚播完他和肖战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 收到了非常高的评分,也是又圈了一大波粉。 他的人气和热度也是不断飙升,手里的好资源也是应接不暇, 他现在接下的一部新剧《长相思》已经开拍了。 开拍之后,也有不少网友拍到他们剧组在拍戏时的照片, 而这次又有网友曝光了这部剧的剧透照片。 这个动态发出后,杨子的状态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照片中他一身淡黄色古装,发型做了一个简单的发际, 一半头发披散在耳后,整体看起来像画里走出来的仙女一样。 这个照片是从鞋上方拍的,看出他微微上扬的嘴角, 有种十分温婉的美,他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网友认为他与之前在余生里的状态相比, 他现在真的是瘦太多了,感觉整个脸都凹进去了, 之前脸上有种肉肉的感觉,现在看起来有了很大的变化。 并且他的身段也要比之前瘦了很多, 有网友直呼,瘦成纸骗人, 网友们也是拿他在余生里的状态与现在相比的。 但是众所周之余生是在三年前拍的, 这部剧压了三年才被播出。 三年时间肯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有网友认为他这种状态并不好看, 太过于轻瘦了。 不过想来杨子也是为了古装剧的形象, 才减肥的吧。 毕竟一开始他在剧中要饰演一个四处流量的角色, 为了避免看起来并不符合角色, 所以他因此减肥, 以至于现在看到他的脸瘦的都陷了进去。 对此,不少也有不少网友直呼, 太拼了。 一直以来, 杨子都是一个非常努力的艺人, 虽然他现在的人气和热度已经非常高了, 但是他在饰演的每一个角色中都非常用心。 可以说在他的演艺事业上, 没有任何不足, 他也是童星出身, 他都在演艺事业上努力地成长, 而成果也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他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也完全称得上是个偶像, 很值得朋友们的喜欢。 这次他的新剧已经开拍,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听到播放的,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在这部剧中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吧。 刘学义探班杨子, 送出一大箱礼物, 粉丝都有点担心。 4月16日, 由网友爆料男演员刘学义探班正在横店拍摄电视剧的杨子, 并且让工作人员搬了一大箱东西, 可谓是诚意满满。 此前刘学义和杨子因为一起拍摄 《天机之白蛇传说》等原因相识, 便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两人在对方的重要节日也会相互送上祝福, 没事的时候也会跟朋友一起去吃饭和游玩。 近段时间杨子和刘学义都在横店拍摄电视剧, 刘学义拍摄的是极具年代感的军旅剧画眉, 而杨子拍摄的则是古装爱情剧长相思, 虽然两个人不在一个剧组, 但是并不影响两人的相互关心。 在杨子帮画眉剧组点了奶茶之后, 刘学义也带着满满的诚意来探班。 不仅让工作人员带了一大箱的礼物送给杨子, 而且身旁的女助理手上也拿了不少袋子, 可见心里还是很在乎杨子这个朋友的。 不少粉丝在羡慕杨子和刘学义友情的同时, 也担心杨子会忍不住大吃零食, 导致助理给她的献糖令破戒, 毕竟从网上的路透来看, 这段时间杨子已经开始拍摄女装的戏份, 需要保持好状态完成拍摄, 如果摄入太多的糖分可能会导致状态上变化。 粉丝的担心虽然有一定道理, 但是作为好朋友的刘学义, 在探班杨子之前, 肯定会征求她的意见和需求, 就算送的礼物中包含了部分的高热量零食, 杨子也会依靠自己的自律和身边工作人员的监督, 不会过多的涉入。 肖战深夜下班发照片, 素颜清爽。 4月16日凌晨, 肖战晒下班自拍照, 这次是Live图, 是肖战最新的图片以及现在的状态。 从照片中看到肖战一脸的喜悦, 素颜下状态看起来也是十分的帅气。 肖战分享了4张图片, 配文下班, 看看时间已经很晚了, 工作到凌晨才下班着实辛苦。 照片里有她拍的天空, 竖和她的自拍照, 身穿白衬衫看起来很清爽。 明星也是一样, 发现身边美好的事物或风景, 都留下这美好的一刻。 肖战的新剧《梦中的那片海》正在如期拍摄中, 剧中肖春生一角由肖战扮演。 两张是在剧组拍戏时候的照片, 而另外的两张完全可以看出是《回到家》后的自拍。 从照片中看到肖战一脸的喜悦, 素颜下状态看起来十分的好, 新角色的官宣赢得了广大粉丝的欢迎与期待。 《梦中的那片海》女主角是李沁, 李沁1990年9月27日出, 生于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八城镇, 中国大陆女演员,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 2008年, 凭借出演新版《红楼梦》中少年薛宝钗, 被观众熟知。 2010年, 出演建党90周年献礼片《建党伟业》中的杨开会一角, 凭借该片入围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新人奖。 还是让我们一起关注, 带播新剧玉谷摇中霄战饰演的大神观石影, 期待新剧早日定档播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